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最后一个段落了 这个段落又记载了耶稣复活显现的一件重要事迹 让我们看看这段经文 我们从二十四节开始看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士玛的多玛 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玛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个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过了八天 门徒又在屋里 多玛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玛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多玛说 我的主 我的上帝 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了 好了 这一段耶稣复活的记载 似乎好像特别为多玛而成就的是吗 因为那一天 就是上一集所记载的 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刚好多玛不在 那么在场的门徒 后来遇见多玛 就告诉多玛说 我们看见复活的主了 多玛一脸怀疑 你们看见是你们了 我呢 我要用我的手指探入他的钉痕 用我的手摸摸他被刺的肋旁 我才会信 意思就是我必须要验证过 我才会相信 好了 过了八天 他们又关在门里面了 耶稣再次显现了 愿你们平安 讲完了之后呢 就对着多玛说 伸出你的指头 摸摸我的钉痕 伸出你的手 探探我肋旁的伤痕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哇 这一次的显现 似乎对着多玛来 多玛在场 他说过的话 主也完全知道 他马上的回应就是 我的主 我的上帝 我们一听他这样说 马上就知道 他的心灵完全改变了 因为虽然 他不一定真的摸过主了 虽然不一定真的摸过肋旁了 但是光是主向他显现 对他所说的这些话 他完全改变了 然后耶稣对他说了一句 千古的名言 不只是对着多玛 其实是对着在场的人 我相信也是对着今天读约翰福音 所有人说的 那就是 你看见就信了 那些没看见就信的人 有福了 信心需要证据吗 这就是这一段经文一个重要的主题了 多玛需要证据 他非看见这位复活的主 他不相信 别人的见证不算数 于是复活的主 为了他这一件的心情 于是就真的向他显现 不过向他显现 带给所有的人一个功课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愿意用信心超越了证据的时候 那好多时候我们对主的认识 对主的共鸣和主之间的来往和回应 就频繁得多 强烈得多 我们的信心建立 就因着这样生命的经历 就更为深刻 多玛从一个怀疑者 疑惑者 变成一个深信者 因为主给他怜悯 给他看见 他希望看见的证据 其实信心的运作 是可以超越证据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主是这位超越的主 证据只是证明我们眼见的部分 眼看不见的呢 难道不存在吗 假如我们能想明白 也能够看见的是 主复活在多玛面前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层面 那就是主为了多玛 他爱多玛 爱到底 就再显现一次的 这一层的爱的表达 是看不见的 当我们信心能够超越证据的时候 那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的体会 跟经历肯定加深很多 愿主带领 让多玛当天 因着他心灵的转变 主耶稣所出现带来的功课 留给后世的人 千千万万代 都能够给我们一个 非常重要的提醒 你看见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了 愿主赐福给你 今天做一个有福的人 继续凭信心 超越证据的 跟随耶稣 于是生命就与主交流 经历复活的主 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愿神祝福你 平安